什么 萧田 你脑子坏了吗 朕什么时候说过 要赏赐他免死金牌了 就在昨晚 萧田一口咬定 皇上就说了免死金牌这件事 他要趁热打铁 过了这个村 就没这个店了 好好 朕认输 不就是免死金牌吗 朕赏赐就是 行了 你们一家三口在这里说话 真要赶紧走 再不走 不知道被你们勒索什么了 你怎么回事 怎么把自己整成这样 昨晚有刺客 出气不意地攻击皇上 我保护皇上 却不想皇上身边 有个太监也拔剑 所以我就这样了 一清 你怎么救的我 我倒是想知道 你怎么找到我的 包子有些心虚 好在 一清一心盯着萧田 没有发现他的异常 不告诉你 萧田难得露出几份玩笑之色 我觉得 你应该跟我说说 为何不告二别 那迟迟未曾吃到的云莺面 成为了他这段时间以来的执念 更别提他噩梦连连 不是梦见他们遭遇海盗 就是梦见他们遭遇风浪 寝食难安 夜不能寐 我是说我要调查 萧将军的死因 不是说我是凶手 皇上与萧将军的感情 由甚于你所见到的 他和我的心界 你的意思是 皇上对你爱乌及乌 萧田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倒 没有什么爱不爱的 但是确实也差不多是那么回事 你当时没有解释 是 因为我没有想好 如何解释 你会相信我 那现在为什么又说 难道你现在就能让我相信你 说不过你 但是 不想你再乱走了 万一下子再遇到坏人 带着包子进了狼窝怎么办 疫情顿了很久 萧田 你应当知道 我只相信自己 天下之大 何以为佳 更何况你要为包子抢 我知道你还忌讳什么 说起来 那是因为我 便是将来有什么事情 我也会一力承担 不会让你牵扯其中 你要信我 因为你看 免死金牌我都替你讨来了 其实皇上想要谁死 免死金牌又有什么用 但是疫情看着萧田的眼神 似乎被他的真诚灼伤 垂眸避开他的视线道 既然已经这样 暂时只能如此了 走一步 看一步吧 我这下 什么时候能挪动啊 少则七八天 多则半个月 但是想恢复如常 还得两三个月 还能恢复如常 否则 你还想以后我伺候你吗 娘 萧叔叔受伤了 言外之意 您别怼萧叔叔了 一清无语 人家说娶了媳妇忘了娘 他儿子怎么见了萧田 就被带偏了 再看着一大一小 和谐相处的模样 一清打了个哈欠 索性走到旁边的榻上 歪着补教了 萧叔叔 谁敢刺杀皇上啊 这里可是皇宫 皇宫怎么能进来刺客呢 皇上已经叫人去调查了 我想 无非就是有人基于皇位而已 萧田很认真的 给包子讲着朝中局势 一清听这些 就像是清催眠曲 竟然慢慢地 又进入了梦乡 包子 如果让你回到萧将军府中 认祖归宗 然后住在府里 你愿意吗 我娘愿意吗 萧叔叔愿意吗 你们都说可以 我就行 回去吧 有萧府必要 我和你娘都会护着你 我们又能在一起了是不是 萧田含笑点点头 那我愿意 我要和娘 还有萧叔叔在一起 我想要个妹妹 这个不能说 看着他捂上嘴 萧田嘴角笑意更深 两人正说着话 身边的小得子进来了 萧将军 贵妃娘娘 带着大皇子来看您了 包子 叫你娘起来 替我迎接贵妃娘娘 义清已经站起来了 整理了下仪容 不卑不亢 云淡风轻 萧田看向她的眼神 愈发柔和骄傲 义清带着包子 给萧贵妃和大皇子行礼 皇上说 义姐姐比我大两个月 所以我是妹妹 可不要客气 我们都是一家人 赵旭 给义姨母行礼 义清忙推辞 这是家里 咱们行家里 她看向萧田 满脸担忧 皇上和我说了 昨晚的惊险 我下的三魂七魄都丢了 问清楚了 连忙带着赵旭来看看 义姐姐 你是不知道 萧田 萧静寒 和皇上清空手足 从前皇上没有登基的时候 都是兄弟相称 义清没有说话 从前我也喊她萧哥哥 后来皇上不许 我们都是一起长大的 情分不比别人 所以我见了义姐姐 你是真的亲近 义清不是自来熟 所以还是沉默以对 皇上说 幸亏有义姐姐 否则萧田恐怕就 我真是捏了一把汗 赵旭 去和弟弟玩吧 大皇子比包子大一个月 看着他 一清才能对眼前人畜无害的甜美少女 生出戒心来 大皇子 不是皇上的儿子 但是现在看起来 薛贵妃 却是皇上的白月光 薛贵妃亲热地 拉着义清说话 和她说皇上他们之前 一起成长的去世 义清偶尔附和 包子 却像个主人一样 招呼大皇子吃点心 包子 你启蒙了吗 嗯 认识一些字 嗯 那很好 但是 光识字是不行的 你还要读书 去蒙嫩剧 和利翁队运读过吗 嗯 读过 大皇子似乎愣了一下 然后继续问 四书五经呢 也有涉猎 包子说话极有分寸 大皇子不说话了 只要有所涉猎 恐怕就比他强 现在是不是知道 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了 以后还要听太傅的话 好好读书 回头啊 我和你父皇说说 让包子和你一起读书 互相督促 好不好 嗯 怕是不方便 包子胆小内敛 怕见生人 而且我想让他做武将 所以 还是留在府里 我自己教 我倒是忘了 你舍不得包子 那就 以后再说 你妹妹在 我就不讨人闲了 义清应了几声 薛贵妃又嘱咐 萧田好好休养身体 这才带着大皇子离开 她从近来到现在 一句话都没问你 伤情如何 现在如何 以后会如何 所以 萧田 你们真的是一起长大的 我一直觉得 她人不错 萧田长而浓密的睫毛 盖住了眼底复杂的情绪 可是别的不说 她现在对 义清的医术深信不疑 都能把她从鬼门关 拉回来 她凭什么不信 也就是说 大皇子 真的是 无中生有 皇上三个孩子 她薛慈一人 占了两个 还有一个美人 生了一位公主 可是那美人 原本是薛贵妃身边的丫鬟 皇上虽然对薛贵妃 用情很深 但是男女之事上 不算节制 可是 没人怀孕 除了薛慈 和她的丫鬟 这件事情 细思极恐 所以 可能我也需要 给你看看眼睛了 义清走近 伸手摸摸她的额头 有点热 要喝水吗 有了 义清倒了杯水 喂给她 萧田还想挣扎着起身 被义清按住 她找了把勺子 一点点的 把整杯水 都喂给了她 这是看在 免死金牌的份上 我可以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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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拿到